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一道一菜一汤的素料理 材料有花菜 蘑菇胡萝卜和两三个鸡蛋 花菜先编成小朵 待会先给它滚水里滚一下 蘑菇切片 那我们挑蘑菇的时候 我们要挑紧致一些的 也就是这里要紧紧的 不要有缝隙 你只要挑的时候 手轻轻地在这里搭一下 就晓得了 如果时间久的话呢 不新鲜了 它这个蘑菇这边就会展开 就会变松松的 变黑黑的 胡萝卜也切成片 蛋先打开 调味 盐 少许糖 一丁点料酒 可以少许加一点点水 让蛋嫩滑一些 转身就可以开火了 先下油把蛋炒好 先装盘 先装盘 胡萝卜下 放些水煮烂它 那如果你想变成汤的话 那就多加一点水 否则就少放一点 水开后再焖一会儿 焖到你需要的那个程度 蘑菇下 蛋回炉 开大火让它滚个一两分钟 让他们的味道都串在一起 接下来就是调味了 还是盐 糖 如果你喜欢葱的话可以撒一把葱花 拌匀就可以上桌了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